哈喽,大家好,我是滔天 家里有吃不完的姜豆别再直接扔掉了 做成营养好吃的皮薄小馅饼 连着吃几天都不嫌疑 今天滔天就把这个简单好吃的姜豆小馅饼做法分享给大家 面盆里取200克面粉和面 加入2克食用盐 用筷子将盐搅均匀 然后将面粉的一半用刚烧开的开水烫一下 一边倒入一边用筷子搅拌成面絮状 开水的量用60克就行 面粉的另一半倒入60克凉水和面 也用筷子搅拌成软硬时中的面絮状 将两种面絮混合均匀后下手团成团 放在面垫上将面团推拉揉搓最少三分钟 搓长搓细后用刮板分成几个大小均匀的面剂子 揉光后放盘子里 给表面刷上食用油 盖上保鲜膜松弛40分钟 洗锅烧水水开后加入一勺食用盐 挤滴食用油 将清洗干净的姜豆放进去焯一下水 焯水90秒后控水捞出 晾凉后再用刀切成小丁 收进准备好的空盆子里 用生抽酱油浸泡过的粉条段也倒进去 拌完小葱花提味增香 3克调和面 3克花椒面 4克食用盐 3克鸡精 用筷子搅拌均匀 再倒入15克熟菜油 用筷子搅拌均匀 咱们的馅料就调好了 面垫上刷点油 然后将松弛好的面剂子上去压薄压大 面剂子松弛好后延展性非常好 轻轻一压就能压大 不需要擀面杖擀 将面饼翻在手心上 舀几勺调好的馅料放在饼皮中间 馅料一定要多来点才好吃 随便捏几下将馅料包裹起来 最后用面头裹住咱们的生胚就做好了 预热好的电饼盛里刷上多多的食用油 做好的生胚放进去压一压 将饼皮压薄 给表面刷点食用油锁住水分 盖上盖子烙90秒 等底面上色后翻面烙另一面 翻面后再烙60秒 因为今天的馅饼饼皮非常薄 所以不需要烙太长时间 等再次翻面烙60秒就可以出锅了 皮薄现大不爱吃菜的小孩也会抢着吃 喜欢的小伙伴赶紧是一下吧 饕铁每天都会给大家分享不一样的美食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